然後加入紅火鍋 將物豐香米 玉米粒等食材加入拌炒 不一會兒功夫 清爽的鳳梨炒飯美味上桌 在烹調上的話 最主要就是少油 少鹽 少糖 那我剛剛前面有強調過就是 我們選用的食材是當季的 然後還有當地的食材 所以其實它的新鮮度很夠 那在於烹調調味的時候 其實它只要非常簡單的 少量的可能鹽巴 我們去做提味的時候 就能夠讓這個 帶出這個食材 它的本身的一個味道 那其實這個就是最美味的 鼓勵大家運用在地食材 同時推廣健康概念 烏風區農會開辦創新才藝班 在30小時的研習課程中 教大家製作美味的蔬食料理 包餡料 擺盤裝飾 每一道菜色學院們都精心料理 要在成果發表會上完美呈現 推廣健康養生的料理以外 那更希望說能夠結合在地的食材 讓我們的農業有更不同的發展 這個需要更加強更加 繼續合作來做 讓我們地方的食材 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益 幫助我們的農民 在大家的喬手下 場桌上瞬間擺滿40多道美味佳肴 有小米蛋卷 四喜針餃等等 不論是配色還是造型擺盤都很精緻 等級直逼餐廳大廚 這次的老師非常好 他們是做得非常的精緻 非常的細 那這個是讓我感觸最深的 我想其實農會的媽媽們都很會做菜 只是都是真厚 真厚煮而已 但是實際上呢 再加上一些美的創意 那就是個很棒的學習 透過課程學習 不只豐富了媽媽們的生活 還能把所學帶進家裡頭 讓吃成為一項生活藝術 也兼顧了家人健康 記者 文怡婷 台中速報導